高属 学测英文只考一次 考坏了就只能重考 学习英文要找对方法 飞歌英文的22种自由英文学习方法 让学生对英文充满兴趣 高效率学习一路领先 高中英文就选学测只考已经连续10年以上全国第一的飞歌英文 国高中英文领导品牌 飞歌英文 每天我们都努力给家人最完整的守护 人不是全能 忙碌生活中难免有疏忽 但你的爱可以无所不能 全能狗S 世面为一 口服驱出跳蚤 鄙视 同时预防心思虫 每月一次内外驱虫 让狗狗远离致命威胁 保护裁权面 全能狗S 守护您的家人 让爱无所不能 没中又没中 难道我就没有发财命吗 想赚钱不能靠投机 还要学投资 可是证券开户很麻烦耶 不麻烦 国票证券线上开户 三步骤五分钟立即开通 六月三十前开户想七百元优惠 成交一笔再送两百 交易满十万还能参加百万大乐投 再抽限量PS5 开户时输入推荐代码酒吧 在加码送好礼哦 买股票 来国票 快搜寻国票证券 国票证券经主管机关核准之许可证号为110年青管政总次第0071号 文字幕称acer 提醒此稳采访 曲那个全世界 quad on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 mejores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常常有一句老话 服双制或不单行 我常常在思考一件事情 为什么服双制 为什么服就不会双制 为什么或就不单行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台股破底 收了一个非常惨淡的半年线 第二季的季线之外 真的也应验了这句话 现在目前的台子期夜盘 又重挫了70点 跌了0.5%的幅度 指数跌到只剩下14,550点 今天日盘是收下跌394点 收14,622点 成交爆量13万2000口 为什么夜盘这么弱势 除了延续今天日盘的弱势结构之外 美国期货盘当然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纳查克指数现在跌幅已经逼近2%了 美股今天要收上半年的行情 会创下1970年来最惨淡的上半年行情 所以美国股市引领了全球股市的熊市结构 空头市场 现在夜盘的状况并不理想 欧洲股市也是全面不理想 欧洲最近的状况也是非常的多 芬兰瑞典的问题 然后乌俄战争的问题 这个德国可能被断气的问题 然后欧洲央行要升息的问题 这些问题全部夹杂在一起 变得是错综复杂 那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盘势 另外很不好的是有一些 好股票今天见到跌停板 你说一些烂股票 奇奇怪怪的股票跌停板就算了 今天建策跌停 金像店跌停 台办跌停 蓬城跌停 元泰最强的股票跌停 汉磊跌停 力望跌停 请问大家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这些这么有名的 这些这么知名的公司 今天股票都会躺平呢 今天都跌停板 不是市场非常看好的金像链吗 高速传输 伺服器机板的金像店 怎么跌停呢 建策说未来两年只有追单 没有订单问题的 这个建策 为什么今天跌停板呢 台办 不是讲说车用的 这个二级体 怎么今天跌停呢 同城 中美金集团的好公司 怎么今天跌停呢 汉磊第三代半导体的公司 怎么今天跌停呢 汉明集团的要角 我请问各位 谁可以跟我解释 为什么今天跌停 力望 力基电 力金集团的IP公司 怎么今天跌停呢 所以这样子跌势 这些好公司股票 这样子跌势 这样子跌下去 不是只有台积电连电破底 这些跌停板的公司 也只是大家去思考说 为什么他们今天会跌停 好 那全世界现在目前 金融市场的问题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就是粮食的问题 气候的问题 战争的问题 通过膨胀的问题 资金回撤的问题 那我们赶快来请教 上周集团的总经理 朱继宗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来谈这所谓的新粮食战争 我们今天同样透过YT 有直播的画面 我们现在蛮多听众朋友 在我们留言板上已经留言了 国安基金什么的 今天主管单位有出来信心喊话 但是完全没提国安基金 为什么国安基金在这个地方 跌破了一万五枚动态呢 我赶快来请教继宗 怎么看现在目前全世界 这么错综复杂了 这么多的问题呢 你说你说股市吗 不止啊 粮食不是你今天要讲的 那当然当然当然 好那我想 这个整个错综复杂的 这个状况 尤其是今天 今天这个 我刚才看这个 大陆的这个网站 写这个欧美股市 齐聚一堂 齐聚一堂的往下掉 好那这个尤其是 因为6月30号嘛 刚好6月30号这个节 所以这个半年报 节在你 你刚才讲说这个美股是一个最惨淡的一个美股 好那 我想这个市场面的因素 应该大过基本面的因素非常多了 那基本面只能讲 就是说非常混乱 那这个混乱呢 当然就是刚才木华讲的几个重要因素 乌俄战争的冲突 短期面有这个乌俄战争的冲突的因素 然后再来你看到的是 我们看到气候的 极端气候的这个因素 也是影响 好然后再加上全球供应链的 这个供需的整个失调 然后海运的这个涨价 所以你看到整个成本面 就是让整个通货膨胀的这个 长期通膨的东西一直下不来 那我想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就这两天 大家一直在注意就是鲍威尔 就FED的主席 他在欧洲的这个谈话 那我想今天各大媒体都有做了一些这个brief 那各位你去注意一下他在讲什么 他他讲的这个话一讲完以后美股马上跌 那为什么大家就就马上会害怕 就是第一个他讲说 他最害怕一件事叫做长时间的通膨 好这个长就通膨长期化 他非常担心 那这个通膨长期化为什么会令人担心 就让大家马上今天各位你可以去看一下 在Bloomberg上他马上出来 1965年到1980年代 那一波的这个 这个因为这个 这个叫做尾巴冲突 就石油禁运带动的出来的 那个通膨胀胀 他1965年到1980年 那是多久的时间15年 15年之内 那个CPI就是那个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他总共有四波的上涨 意思就是说 一滴比一滴高啦 就是通膨胀上去以后 他会下来一下 然后他又上去再下来 又上去再下来 连续走四次 那FED主席现在 他昨天晚上他最担心的是说 他担心历史将会重演 好那为什么历史会重演 那当然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 那个后面的整个攻击的这个 因素变得太复杂 然后大家变成是一个混乱的一个状况 就造成这个通货膨胀一直上来 那可是他在前面他讲了 他说美国的进气啊 其实是还不错的 美国的景气其实还不错 需求其实还有 那可是呢 因为你的整个攻击面 一个大混乱 那所以造成这个通货膨胀 看起来他会拉的时间很长 好那UBS 昨天晚上也出了一份报告 他讲啊 他说现在美国应该陷入了一个叫做 慢速通货膨胀 好就是慢速通货膨胀 那他讲说这个慢速通货膨胀 不跟这个所谓的停滞性通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经济还在成长 就是说大家还在买东西 大家不是不消费 那大家现在不消费 是因为对于未来的预期开始被打乱 那因为预期打乱了以后呢 所以你对于你的很多可支配所得的一个运用 就开始重新要调整 那所以让整个事情变得非常混乱 那这个混乱呢 现在又加上什么 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因素以后 你会发现 最近我不知道木华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 油价还有原物料的价格是不是开始在掉 油价其实它已经有点涨不太动 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石油的生产量一直在拉上来 油价它开始有点好像停住 有点要上去但又上不去 可是你看到更多很多原物料下来 为什么因为大家担心景气不好嘛 景气不好原物料怎么涨 所以你看到那个铜的价格啪啪啪啪一直跌 好连小麦的价格也开始有点滑落 好原物料价格有点滑落 哎可是这中间有一个原物料 它的涨势却是很明显 那个是什么 就是粮食 这个粮食的价格一直在涨 好所以商业周刊 我们这一期就特别做了一个新粮食战争 那我们在讲这个新粮食战争的时候 你把它解构一下 它大概有三个短期因素 还有两个长期因素 那这个短期因素当然就是包括 比如说乌尔战争的冲突 这个除非这个战争结束 否则它一定会影响乌克兰这个粮仓 对全世界的影响 但老实说乌克兰的这个粮仓 之所以那个对全世界粮食价格影响那么大 它其实背后还有很多背景因素 因为也有人分析 所以他说其实巴西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巴西巴西股市去年表现很好 今年就开始有点回答 跟巴西正在做一件事情 他们正在实施他们的这个新的粮食革命 就是他们的这个耕作方式正在改变 所以巴西事实上也是全世界很重要的小麦出口国 他正在往前想要挤压 想去跟乌克兰去抢 另外一个是印度 那这个短期因素就因为乌尔冲突 造成粮食价格大涨 中间又加上很多盘商囤积曲奇 炒作 好那就是造成的整个需求大乱以后 又出现另外一个叫做保护主义 好这个保护主义 就是你会看到更多的国家 他们开始发现 这个尤其是你看到是什么 在东南亚这些国家印尼跟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居然跟新加坡讲说 我的鸡不出口了 这个鸡不出口这个就严重了 马来西亚这个新加坡的海南鸡饭没有鸡 因为它鸡要从这个马来西亚来 结果没鸡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新加坡开始出 他们政府开始推动一个叫30x30的一个计划 30x30的计划 什么意思 他要在2030年之内 2030年以前 他要让新加坡整体的人 有30%的这个营养 营养的这个东西 是要靠新加坡本地自给自主 各位新加坡这么小 怎么去养鸡呢 对他怎么养鸡怎么样 结果他现在出现了很多城市的蔬菜园 他们需要靠什么 靠他希望靠新的农业技术 新的农业技术去改变这件事情 那我想这件事情对台湾我想也是一个启发 台湾相对新加坡我们的绿地 我们的这个农地相对是大的 可是我们怎么样运用新的技术 趁这一波的机会 因为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粮食的价格涨了以后 那你事实上就会让大家开始对于国产跟进口的东西 你可以做一个重新的选择 那我也想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跟听众好好来分享 我们的农地都去种电去了 哎呀 我们农地上面都盖满了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去了 现在我们这个绿电比什么都还重要 绿电有但是下面还是一样可以种东西 你这个太阳光遮住了植物怎么长得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我觉得台湾的真的粮食问题才是真正大问题 你说股市跌吗 大家日子还能过 钱少一点对不对 心理状况不好一点 没饭吃了才是大问题 没错 我们的黄小玉全部靠进口 然后刚刚记中讲说新加坡没鸡吃了 我们如果没饲料我们鸡也活不了 就算我们能养鸡也没用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你这个人数充好快啊 我们现在都是一两千人 越连人越多 你说什么充到两千了 对啊都一两千 两千都是一千多快两千 你是说现场会有一千多人还是两千人 我们听说很严格 他说要你吸个 额头太亮 我们现在直播至少都是千人以上在看的 真的哦 对啊 每天都是啊 他可以是也充得很高 我们节目他可以充到千千年了 因为我发觉 慕华哥讲话蛮煽动的 没办法啊 这个环境内容怎么办呢 砂部位遇到我 杰斯卡你是在砂部位遇到我吗 我觉得台湾那个农田重电太过分了啦 我真的是看不下去了 你现在坐高铁哦 你往南部看哦 那个一块块田上面全部都是太阳能光电板 这真的是祸国殃民啊 粮食才是最基本的民生物资哎 哎呀你要分啊 你不能这样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不是我正觉得这些重电已经重到风了 没有应该是说你要把土地好 阿宫殿水库上面居然铺满了太阳能板 我没看过全世界哪一个地方可以在水库上面重电 哎现在西班牙都是这样 哎 人家没台风啊 我们台风一来 这你讲的也对了 那所以你就要想办法了 太阳太阳能板被吹坏了 整个水库全部污染了 好我们准备回现场哦 今天三星宣布 率先量产三奈米 率先量产三奈米制成这个大新闻 但不知道他的良率到底是怎么样而已 这个是出言恫吓台积电呢 还是他真的是那么厉害 率先量产三奈米 台积电三奈米并没有量产出来 但是今年量产势必没有问题 我们谢谢网王对我们节目的斗内 那此外我们来看到说经济景气的问题 这个才是后面股市很大的考验 包括企业获利 南韩晶片库存积增53.4% 这是今天最新的新闻 除了刚刚讲三星三奈米这个量产以外呢 今天催来催来的一个新闻是 五月的南韩的晶片库存的积增了超过五成 创下四年来最大的增幅 现在整个库存的问题全部出来 不单单是半导体 包括传统产业像纺织等等的 这个库存的问题都出来 这个是南韩统计局的资料 官方的资料说 五月全国晶片库存 较一年前暴增了53.4% 是2018年三月来最大的增幅 那为什么库存会激增呢 当然就是卖不掉嘛 或者说现年生产太多 订单不如预期 另外呢 台经院今年也公布 五月的制造业景气信号值 是12.15分 虽然说较上个月增加0.25分 终结了连续三个月的下降 但是灯号还是亮出黄蓝灯 其中也值得注意是 亮黄蓝灯的产业比重 单看产业 已经超过五成了 有五成以上高达57%的产业 亮出黄蓝灯 代表景气有衰退一律 那较上个月大增了17个百分点 一下增了17个百分点 所以在产业面上面 看到了整体产业已经是趋向 几乎趋向要进入到衰退的状况了 刚刚讲到说已经超过将近六成的产业 他们亮出了黄蓝灯 这个是台经院今天最新的资料 大家可以上台经院的网站去查看 这些都在他们的网站上面有 那这样的景气问题后面呢 当然就直接就是企业获利的问题 企业财报的问题 先前企业界会不会太过乐观预估 全界以后的需求等等 然后这些就是变成现在目前关注的焦点 另外关注焦点就今天我们请到了 商业周刊的总经理朱继忠 继忠兄来跟大家谈的这个新粮食危机 这不是开玩笑的 一旦后面整个粮食的问题爆发 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那不单单就是股票跌一点 大家钱损失一点的问题 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要严肃面对的问题 尤其台湾能源跟粮食全面要依赖进口 我们没办法自主的 我们唯一能自主的粮食是百米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农田 荒废的荒废 然后呢 种电的种电 变成是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不是想说我们台湾农业都不行 我没这个意思 我跑农委会新闻跑了多少年 我当过全国农业记者联谊会的会长 我太了解台湾农业的问题 包括台湾的水土保持山林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我可以跟大家摊开来谈 我看到台湾现在农业的状况 跟我在跑农业新闻那时候状况 我真的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沮丧 我怎么这么说 那我不晓得记忠怎么看 这个所谓新粮食的问题 除了我们刚刚讲东南亚的问题以外 刚才莫娃讲的这个 事实上在我们这一期总编辑的 这个文章里面 他特别写出来你讲的这件事 他举了一个例子 你刚才讲这个农民 他到底怎么看待他自己的耕作 你刚才讲说太阳光电等等之类 那其实这个东西都在于一件事情 叫做农民的土地 他要怎么利用 对不对 农民的土地要怎么利用 他的目标是什么 他当然想要过更好的生活 那他想要过更好的生活 那钱从哪里来 那从种地来 可是种地来他会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天灾 台风来的时候怎么办 那所以我们在这一次 这个故事里面就讲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 就讲台湾种大豆 这个大豆在哪里种呢 在台湾的大甲 大甲这一带 苑里大甲这一带在种 那这一带 这一带现在这个大豆田 大豆田的产量 增加了多少倍 增加十倍 增加十倍 它种植面积增加了十倍 为什么会可以增加 事实上来自一群 有知识的这些年轻的农民 他们用技术去 让农民相信说 我种地可以赚更多钱 那这个里面 我们就拉回钱 现在是2022年 2018年的时候 他们发生一件事 当这一群年轻的农民 去跟这个老农 跟这些有土地的农民 讲说我们继续种大豆 我们来扩张这个面积 农民只跟他讲一件事 他说 这个种下去 一旦碰到台风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他说碰到台风的时候 我们就等着拿政府的补助 拿政府补助 因为你有栽损 所以你今天种 种田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等农 等那个风栽来 风栽来你去拿栽损 所以种的好 种不好 不干我的事 那所以你看 这个农地的补贴政策 事实上已经影响了农民 他对于种地 这件事情的看法 所以这群年轻人 跑去跟他讲说 阿伯 我跟你讲 你用我的技术 你不要抢着采收 你不要抢着采收 你放心 我们会挺过这个台风 你会赚更多 你知道农民陷入挣扎 他会觉得说 我听你的话 到时候我损失 我弄不了这个栽损 我报不了钱的话 我怎么办呢 后结果后来 因为这有一群人相信他们以后 结果发现后面 因为台风过后 一定栽损严重 那价格就会涨 他们反而赚更多 所以因为赚更多以后 越来越多的农民相信 所以开始种大豆 好那这一次这个大豆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又发挥功用了 为什么 因为豆腐开始涨价 那豆腐开始涨价 各位我不知道 各位今天应该去超市 去看一下那个豆腐的价格 那个涨得蛮多的 大概从11块钱 12块钱涨到16 7块钱 那个涨非常多 好那那涨了很多的时候 这时候 这个大豆呢 你到底这个豆腐 是用进口的黄豆种 还是拿大豆来种 那于是他们这些 有机商店 那各位有趣 我自己也有看 你会发现 你倒是买五香豆干 还是买白玉豆干 因为有机店都专门在卖白玉豆干 那为什么用五香豆干 不那个 为什么我们过去吃五香豆干 然后白玉豆干比较少 因为 那个豆子 要新鲜才做得出白玉豆干 那新鲜的豆子 你想海运过来 怎么可能有新鲜的豆子 所以大家就习惯吃五香豆干 所以你真正 你为了健康 你应该是什么 吃白玉豆干 吃白玉豆干 问题是新鲜的 贵嘛 那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这批大豆 又开始产生了功用 好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次的粮食危机 我们为什么用新粮食战争 来讲这一次 你反而让本土的这些农民 看到了机会 因为当你用这些高的技术的含量 去改变大豆的生产 改变什么 地瓜 我们看到瓜瓜园 瓜瓜园 大家印象中 他就是种地瓜 然后吃那个超市的地瓜 都是用他的地瓜种 可是你知道吗 他一年要打掉3000公顿的格外品 格外品就是不符合标准规格 他把它打掉 他一年 以前一年要花1000万 去清这个格外品 因为当垃圾清 因为送给养猪场 养猪场都不要 他说 因为猪吃了生的地瓜会绕晒 结果后来他们怎么样 又是开始做技术的改变 他们用发酵的技术 用细菌培养技术 让这个地瓜发酵过后 他就可以变成 让牛吃了以后增加油花 又不会绕晒 结果他现在一年 帮瓜瓜来多赚3000万 OK 好 那所以你看到是 事实上台湾的农民 其实是有机会 你必须在农业技术上 还有对土地利用上 要做一个重新的思维 那我们就期待说 这一次因为粮食的大涨 全球大涨的这个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可以重新思考 那靠谁 其实靠消费者 如果我们今天消费者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 我们在超市选择的时候 你选择豆腐 你希望这个喝的豆浆 你希望是用国产的 好生产的 可能会贵个五块钱 或十块钱 你愿意的话 那事实上你就支持了 台湾的这个政策 记者你讲这些我都同意 从我在跑农委会新闻 十几年前到现在 十几二十年前到现在 你看那个 林享人那时候 当农委会主委 彭作奎当农委会主委 李金龙当农委会主委 然后在最早 还有那个 林享人在当副主委的时候 那时候主委是谁 我已经跑了四代农委会主委 那我跑农委会先 农委会从这些当主委 开始一直到现在 农委会在推的是什么 一直在推就像你刚刚所讲 台湾要发展精致农业 要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 我们的水果要把甜度搞到最高 我们的农改厂要去 做最多的农业试验跟改良 把我们的品种弄好 那问题就是说 时至今日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 我们没有鸡蛋 今年闹蛋荒买不到蛋 然后我们所有的农产品 精致农产品出来没错 但是我们却是高度仰赖进口的 这个基本农粮 那我们基础农业在哪里呢 我们把生产作物的价格提高了 让有钱人去买 穷人买不起 然后穷人要吃东西吃不到 我们的基本国家安全底线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得去思考 我昨天去Costco买鸡蛋 24颗卖300块将近300块 一颗鸡蛋十几块 不是只有那个豆腐涨 鸡蛋价格涨的贵的不得了 交通安全一定强 我是强哥赵子强 又到了周四的交安资讯 请不吝点赞讯